我 我好像在喝布丁 我剛開始想到蛋跟牛奶 其實就是布丁的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陳羽 這也是我們 今天是有來看一下一個 飲料 我買了五罐 它都是類似同一個系列 或者是有些觀眾想要請我開箱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吧 這個是草莓牛奶 草莓牛奶的話 我也蠻常看到的 在動畫上面 銀魂裡面的男主角阿瑩 他是一個非常喜歡喝草莓牛奶的男人 然後他還喝草莓牛奶 喝到他的糖尿病 OK 那我們今天就來試喝看看 草莓牛奶在日本好像是一個還蠻常見的 一個飲料 好酸的草莓味喔 味道有點酸味 它是不是壞掉了 可是它是草莓的酸 應該不是啦 唉唷 如果我在洗完溫泉後喝這罐草莓牛奶 我應該會很爽 好喝 我來形容給你們聽 有點像是 真的把草莓採下來 跟牛奶加進去打成汁 味道有點像 只是它的味道在稍微再甜一點點 可是假如你真的把牛奶跟草莓下去打 大概就是會像這個味道 果汁是1%啦 我剛剛夾那麼多它果汁是1% 可是我覺得好喝 下一個 說點題外話 我在 《孤獨的東京行》 這個篇章裡面 我有一%是去夾娃娃 我夾到一半的時候 就是我有一個我夾到 那個旁邊有那種 女高中生跟女大學生 他們就說 我還沒夾到錢 他就一直對我說 然後我夾到後 我說不死高一點 那時候我超爽的 好下一個 香蕉牛奶 我以前小時候蠻常喝的 我媽都會打香蕉牛奶給我喝 我覺得是好喝的 但是 它的香蕉很明顯是調出來的 如果要說炒麵牛奶跟香蕉牛奶的話 我會比較推炒麵牛奶 香蕉本身沒有那麼甜 差得有點太多了 喝點水疏口一下 下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觀眾提供的 我不知道是什麼 可是他就說請我喝喝看 乳酸菌飲料啦 那應該有點像是 油漏乳或者是 呃 洛健跟 馬爾濟斯 喔 科爾鼻斯類的飲料 這就是科爾鼻斯啊 應該說是 不一樣味道的科爾鼻斯 欸還蠻好喝的 它的味道比較接近漸弱 那拿它跟漸弱來比的話 我覺得它比較好喝 它偏淡沒那麼甜 可是我覺得對身體會比較好 剛剛前面沒講 草莓牛奶的話 我可能會給它 變身體的推薦飲料 80分 香蕉的話 我可能會給它70分 這個的話我會給它80分 下一個 品名20%混合果汁飲料 欸 它還有20%喔 日本是不騙人的 它這裡有寫20% 各位 見證奇蹟的時刻到了 我第一次在便利商店看到有寫 1%以上的飲料 它應該真的有20% 因為它蠻難喝的 它裡面有點蔬菜的味道 有點紅蘿蔔的味道 75分 就是 微妙 沒有到很好喝 但是 是可以喝的 而且 我覺得這健康 好 下一個 下一個 這也是乳酸類型的飲料 感覺應該是香蕉口味的 What 的 呦 我很像在喝布丁 我剛才想到 蛋跟牛奶 其實就是布丁的那個 構成的主要物件 它真的有點像在喝布丁 而且它喝的布丁 還不是統一布丁 它喝的布丁是那個 小美百貨 你能買到那個布丁粉 很明顯是用那種很難喝 吃的粉 調出來的布丁 60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日本便利商店的飲料 開箱 我相信這幾個東西是台灣便利商店沒有賣的 喜歡的話 記得分享給大家 如果各位觀眾 你們有想要推薦我開箱什麼 日本的東西的話 或者日本便利商店的什麼東西 你們不知道好不好吃 你們可以幫我整理整理起來 丟給我圖片 網址之類的 在我的粉專 那怎麼知道我粉專在哪呢 去FV搜尋黑羽LIV 記得去按個讚還有搶先看 記得按搶先看 我超常辦活動你們都沒看到 很可惜 那邊有私訊功能 你們就私訊我說 黑羽你可不可以開箱這個 然後把它整理成一份 可能丟給我網址之類的 然後我看到 我就把它合成一集 然後拍出來給各位看 讓各位看看說 黑羽用親身經歷的體驗 來跟各位說 到底好不好吃 這個沒有工商 所以我可以直接老實講 有工商我也會老實講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的訂閱追蹤 記得去追蹤我歌的B 黑羽用LIV 按讚我粉絲團 追蹤我也是Grain 黑羽 還有我最近有半推特 BLSCKS284 OK 好了 給觀眾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